不停传令大野生 你们日本人滥用职权 肆意辱骂我们中国人 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侮辱 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 还可以再后退吗 这个人 极具人格魅力 将来定能招揽有知之事 为其做事 所有觉悟归根结底 就是思想的觉悟 道德理念的觉悟 这最后的觉悟 说到底 人的觉悟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 中国才不会忘 我欣赏你的建设和才华 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